接下來我們要看的叫做 張裂性的板塊構造 張裂性的板塊構造 就是兩個板塊分開 就叫做張裂性的板塊交界代 東非大裂谷 地理會交學者跑過 東非大裂谷 他還在 目前還是在陸地 所以他不會叫做中央級 但是他以後會一直分開 然後變成有海 然後就有形成中央級 紅海就是大部分都分開 上面還留一點點 中央級就是已經完全分開了 叫張裂性的板塊交界代 就是像這樣 兩個板塊張裂分開 地寒對流上升 向兩邊拉 崩塌 然後會有形成裂谷 不斷的新的岩漿往上冒 就會長出所謂的新生的海洋地殼 這樣叫做海底擴張 然後呢 把它一直 然後 然後向兩邊流就一直分開 然後分開 分開就會越分越開 那海就會越來越大 從紅海之後會變成大西洋 然後中間呢 不斷往上冒就會形成所謂的中央級 中央級 然後又形成所謂的 洋底盆地啊 平常就以前洋底盆地 我們前面交過的 大陸邊緣洋底盆地跟中央級 就是張裂性的板塊交界代 那它是地寒對流上升冒出來 那麼海洋地殼是玄武岩 所以它冒出來是玄武岩的岩漿 那什麼要冒出來呢 在中央級生成 在中央級冒出來 找出來之後呢 對海對流向兩邊分開 所以呢 就把老地殼向兩邊分開移開 然後長出來 好 這裡寫個相似活動在烈鼻子的東非大烈鼓 東非大烈鼓 因為它是墓地 所以它不叫做中央級 中央級的頂端上面也是叫做烈鼓 也是叫做烈鼓 因為它是一樣的東西 好 中央級是一個張力為主的 因為它是以張力為主 所以呢 它會是怎樣的斷層呢 就是我們前面 要你記的東西 我們前面要你記的東西 它是怎樣的斷層呢 3、4號有嗎 3、4 有 帥哥 張力造成什麼斷層 張力啥斷層 以前叫你背的啊 不會喔 忘了 說 然後 張力啥 正斷層 它有個平易斷層 我們前面叫做 前面叫你背過壓力造成 壓力造成 密斷層 張力造成 正斷層 然後你背了 好 然後呢 還有平易斷層 然後因為它地寒對流往上冒 好 所以是在上面斷裂 所以發生的都是淺原地震 所以中央級幾乎全部都是淺原地震 下學期會再講一次你要記住 它跟地寒對流 熱對流上升有關 所以它都是淺原地震 好 中央級張力為主 然後呢 正斷層或者平易斷層 它是淺原地震 然後大西洋的板塊 它不斷地長 不斷地長 所以大西洋板塊的範圍會變大 但是呢 太平洋板塊基本上沒有太大 因為它有一邊會就消失不見掉了 然後不消失不見掉了 所以沒有太大的改變 看看就可以也不重要 好 考試可能會考冰島 為什麼考冰島呢 因為冰島就是大西洋中央級的一部分 那個中央級很高 高到露出海面 就形成了所謂的冰島 所以冰島就是大西洋中央級的一部分 考試考冰島 就是考中央級 就是考張力性的板塊交界 所以內容都一樣 哪些內容呢 第一個 它啥石頭 它是什麼石頭 再一個 起來 它中央級新生海洋地殼 所以冰島就是中央級 所以冰島是什麼石頭 什麼岩石 這個很久很久就叫你背過了 你看那個沒有用啦 你看那邊再看也看不到答案 那個很久很久之前 之前剛剛講 而且剛剛誰才講過 啥岩石 玄武岩 很好 請坐 它九頭叫做 十五 而且它 年齡有個分布 怎麼分布的 它是 星生海洋地殼深塵之處 所以 中間比較怎麼樣 兩邊比較怎麼樣 阿中間如何 兩邊如何 3號 三号 来的三号 中间比较如何 两边比较如何 答应就是老还年轻嘛 中间老还中间年轻 它是新生海洋地壳深沉之处 所以中间老还中间年轻 中间老 请坐 中阳 海洋地壳 新生之处 中间掌心的老的推两边 掌心的推两边 掌心的推两边 所以中间比较年轻 两边比较老 然后因为是板块交贴带 所以就多火山多温泉嘛 火山就 温泉就是火山活动的仪器 就有温泉 所以有温泉就是有火山的地方 有地的 台湾有温泉 日本有温泉是这样的 冰岛也有温泉 我看过一个影片 在一个大冰洞里面 有点蜿蜒在河流 两个国家在那边泡温泉 旁边都是冰 东西没有河流是温泉 反正像日本也是那个泥河 下大雪 然后脸上在一起泡泡在温泉里面 多火山 冰岛在前两年 冰岛火山泡吗 在欧洲航空达温泉里面知道冰岛有火山 冰岛有火山 OK 然后这里有多断层 断层就有地震 所以多火山多地震 板块交界带就是火山带就是地震带 那这里的断层是什么断层呢 我们刚刚才讲过啊 他的断层是什么断层呢 我们刚刚才上过啊 Number 36号有吗 贵班没有36 贵班21 逆断层哦 你确定叫逆断层吗 啊 这还是逆 相信你自己 逆断层 男子安大丈夫说逆断层就逆断层 请坐 刚刚才讲过张力作用是以正断层跟皮疗断层为主 正断层跟皮疗断层为主 OK 好 到中央集 考中央集 考冰岛 考张力性板块交界带 好 错动性断层 就是错动的 错动性断层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叫转型断层 国中不交 我 当会会讲一下带一下转型断层 但是我国中不交 高中交是高中的重点 所以因为不交这个重点 所以我们就讲一些废话 啊 举个例子说安 安的圣安德烈斯断层 所以国中层就只要记得 圣安德烈斯断层是错动性断层就够了 就没有内容了 就没事了 他这两个 这个是一个香港的讲法 商业性长新的建设性的交界 聚合性已莫消失破坏性的交界 有人长新的有人老的消失 但这里的错动是没有 就像嘎嘎嘎嘎 互相摩擦而已 所以既不长新的也没有老的消失 但是也是因为有撞击 所以还是会有地震 也还是会有地震 圣安德烈斯断层 其实这里很复杂 美国那个角落 美国在那块角落的地方 那一块画个圆圈圈 既有张烈 也有聚合 还有错动 还好我不是美国人 不要叫那么复杂 那一块好几个都有 这边有一个错动性断层 我们有个影片 我讲错动性 我们有个影片 这照片是安德烈斯断层的照片 错动性断层 这影片告诉我们说 未来我们的旧金山跟洛杉矶 会凑在一起 未来旧金山跟洛杉矶 会凑在一块 这边就是美国的西岸这边 上面 图上面 还有一个错动性交界 这是太平洋板块跟北美板块 这边有个错动性的交界带 然后呢 下面是洛杉矶 上面旧金山 大概在八百七八百二年后 他们就会变成邻居了 他们就变成邻居了 错动性板块交界 请问有人有问题吗 没有 很好